第24題 24題到26題是題組 X跟Y為大小相騰兩個金屬球 X球不帶電 Y球上帶有正電荷 兩球皆以絕緣線懸掛 且兩球距離為5公分如图1 輸贏手持絕緣線將X金屬球靠近 並輕觸Y金屬球如图2 兩球碰觸後 兩球分開相近5公分如图3 請回答24到第26題 第二次題是問 當XY金屬球相近5公分如图1時 關於兩球間靜電力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首先我們B選項說 X金屬球會受到Y金屬球的作用 產生靜電感應 這個說法是對的 因為金屬導體受到帶電體靠近的時候 會產生靜電感應現象 同時呢 我們這時候 我們的這個帶電體 有產生靜電感應之後 他們彼此之間呢就會有一個電力的作用 所以A說有靜電力的作用是對的 那麼靜電力的作用 庫倫定律告訴我們說 他跟電量成績成正比跟距離平方成反比 所以C說跟電量成績有關是對的 豬說跟距離無關是錯的 因為他會跟距離的平方成反比 所以第二次提問我們說下列何者錯誤 我們答案選的是豬 靜電力的大小和SY基礎球的距離無關